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08年 义匡迎来了七十大寿 前来祝寿的大小官员多意不绝 奢全马龙 义匡做足表面工作 不允许家人收受礼物 实际上 他专门做了四个小册子 将送礼者按礼物厚薄分为四集 义匡不愧为晚清最贪婪的王爷 可这位无猜无多的王爷没有早早惨死 不但在清朝平安度过 还在西汉革命之后的民国时期就以安全着陆 民国成立后 袁世凯对于义匡等一般老伙伴 还是挺照顾的 没有过分美满他 义匡也凭着之前积累的财富 依旧获得逍遥快活 一直到1917年 帝国才以79的高龄并死一千斤